摄住菩萨系中心 他住在空中 所以他能破有 他知道什么 万法皆空 那像《般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这才是事实真相啊 所以 他那些错误的见解 他能放得下 为什么呢 他知道真的是错了 佛说的对 我确确实实是迷惑了 他真的放下 一空破有啊 那么摄行菩萨呢 他不住空 也就是他不知这空 空有两边都不住 摄行菩萨开始 教化众生 当然 先成就自己 这华严经上讲的 我们要教化众生 那不先教自己 怎么信 所以华严经上讲 摄住菩萨了 是结门 他通达了 理解了 摄住菩萨的 这个摄行菩萨 要把他过去所信 所解的 统统要做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心是 消贴中心 身是 理义廉耻 行是 人爱和平 要做出来 这叫心 这个叫舍心 如果说着空呢 着空他就不做了 住就是着相 他不住 这个 不着空相 所以他能教化 能分别一切发现 成就自己的 德行 与学问 四红诗愿里面 烦恼无尽 诗愿断 发蒙无量 诗愿许 这是行为的菩萨 一切发行 的 一切发行